在这一股黄仁迅旋风Gensanity 尝试来袭下 人工智慧 晶片 CPU 都再度成为火热的话题 不过这位时下最红的企业执行长 全球啪啪噪 除了是要推广自家的业务外 还有就是要向各国政府倡导 一个叫做主权AI的新概念 那今天的黄仁大话题 就要跟大家聊聊 所谓的主权AI究竟为何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我们每次提到AI的时候 嘴边挂的几乎都是 挥达 苹果 微软这些跨国企业的名称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AI浪潮都被这些科技大厂给主宰 那国家政府到底还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在主权AI的核心理念里头 要让每一个国家发展自己的专属AI数据 因为这不仅是驱动经济成长的关键 还大大优关国安风险 首先来看任何国家想要拥有主权AI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以本国语言 训练出大型的语言模型 并在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需求 社会风气 文化特色等等 来量身打造专属本国国民的AI运算基础建设 如果拿出实际的案例来看的话 自去年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国家 真相推行主权AI 其中在这方面拿出最多钱投资的 绝对就是东南亚经济强国新加坡 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 新加坡正在如火如荼地建立 国家超级运算中心 而且里面用的全都是挥达最先进的晶片 而同一时间国营企业 新加坡电信也早就跟辉达合作 要拓展东南亚地区的数据库业务 同时还率先创立了全球第一个 以东南亚语言为蓝本的大型语言模型 至于欧美国家方面 除了最大的玩家美国之外 加拿大政府也在上个月承诺要投资 15亿美元发展AI运算战略 而法国与意大利的电信公司 正在以灰达的晶片打造AI超级电脑 准备要开发专门使用法语 以及语语的聊天机器人 好 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了 这个各国政府风起云涌 要来掌握属于自己的AI系统 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看 在主权AI的助阵之下 另一个大赢家灰达将能再提升到什么境界呢 根据外媒的分析 辉达目前在 美股标普500指数内 权重已经达到了6.6% 仅次于榜首微软的7% 专家预测由了各国政府作为后盾 辉达权重有朝一日就能迅速冲破15%大关 成为美股史无前例的领导者 不过除了超夯的AI主权的加持之外 报道还指出 辉达突飞猛进的三大优势 分别是出色的前景 成功的投资 还有黄仁勋本人卓越的领导能力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很担心了 万一黄仁勋在没有同样能力继任者的情况下 黯然退出了市场 将有可能撒坏投资人 成为挥达跌落神坦的关键因素 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